混凝时间 对照记 毕加索的一生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一生当中的九张黑白照片 第一张的他呢还略显稚气 这是拍摄于1896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他的年龄才15岁 第二张的拍摄于1908到1909年 拍摄于巴黎摩马特高地的一间画石里 第三张的拍摄于一战期间 他在巴黎的另外一间画石里 第四张拍摄于1923年 仍然是在巴黎 不过是在巴区的一间画石里 第五张呢拍摄于1932年 他已经50多岁了 背景是他的朋友亨利卢说所画的一张肖像画 第六张拍摄于1945年 背景是他为他的亲人 朵拉玛尔所雕刻的头部雕像 第七张拍摄于1951年 在法国南部的城市瓦洛里 他已经70岁高龄了 第八张拍摄于1959年 最后一张拍摄于1971年 在法国南部的城市穆然 他在一年多之后呢 也是在穆然这座城市呢 离开了人间 纵观毕加索的一生 由91岁的高龄 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 他的最主要成就在绘画 但同时也有陶瓷和雕刻作品 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收藏 同时也震撼了我们的眼界 现在这些黑白照片呢 保存在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